从1月1号开始,全省公安机关全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会站,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、住建、市场等部门,对事故多发的平交路口、一结冰路段、工业园区道路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隐患排查,目前已排查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405处,完成整改72处。 日前,我省盘锦市大八区西安镇水稻主产区,新城市洪牙字镇花生主产区,东港市乙圈镇草莓主产区,被农业农村部评定为全国首批三品一标种植基地。 各基地将通过品种培优、品质提升、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,引领种植业全面绿色转型,提升产业质量效益。 即日起,沈阳市文联全面开展迎新年贺新春文艺近万家系列活动,组织动员各文艺团体将优秀文艺作品送到基层。 日前,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成品油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,本次抽查成品油经销单位1324家,产品3817批次。 经检验368家经销单位524批次产品不合格,不合格发现率为13.73%,本台综合报道。